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近期高優惠的行動支付推薦 哈囉,我是虛擬,歡迎收看這次的優惠即時通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行動支付上面的優惠 最近因為時局的關係,所以很多行動支付有推出那種短期的超優惠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幾個行動支付的優惠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行動支付是全聯的PXPay 他在前陣子的時候呢,開放了星光銀行進行綁定或是出資 你今天早在6月30號之前,利用星光銀行的信用卡首次出資或是綁定 單筆買500塊,他就會送你1000點的點數回饋,相當於是100元的回饋 所以呢,相當於是20%的現金回饋喔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綁定的是星光悠悠聯名卡的話,就可以再想要2.1%的現金回饋加碼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首次儲值的話,最高呢可以拿到22.1%的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已經用掉了首次儲值或是首次綁定的優惠之後呢 在6月30號之前,你只要有儲值或是綁定 單筆買500塊就會送你350點的回饋,相當於是7%的現金回饋喔 那在活動的總回饋上限呢是1050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有星光的悠悠聯名卡的話,透過這次的活動呢,最高都可以拿到29.1%的回饋喔 目前全聯呢,是還沒有支持星光銀行實體信用卡的消費的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綁定星光銀行的話,就一定只能利用PXPay消費了 這邊有一點想要提醒大家,10月1號之後呢 全聯就沒有辦法利用報電話的方式來累積你的會員點數 你必須利用實體的會員卡或者是利用PXPay 它才可以當作會員的認證喔 他們的用意呢就是想要加速收贏的速度,讓你減少聽到請資源收贏這幾個字喔 但至於這個方法有沒有用呢,我們之後就拭目以待囉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是LinePay以及LinePayMoney 你今天只要在6月9號之前在麥當勞消費都可以想要還蠻不錯的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是使用LinePay並且單筆消費滿99塊的話 綁定任何一張信用卡或是金融卡都可以想要3%的LinePoint回饋 但是呢,如果說你今天綁定的是中線LinePay卡 Richard Goal卡,聯邦賴點卡或者是富邦J卡的話 最高就可以想要12%的LinePoint回饋喔 如果說你今天要利用LinePayMoney支付的話 不限金額消費都可以想要7%的LinePoint回饋 那如果說你今天單筆再買99塊的話 再額外加碼3% 所以最高可以想要10%的LinePoint回饋 那如果說你今天LinePayMoney綁定的是高雄銀行 最高就可以想要25%的LinePoint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土地銀行單筆消費滿99塊的話 最高就是可以想要25%的LinePoint回饋 那最後一個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郵局的話 單筆消費買150塊的話 則是可以想要20%的LinePoint回饋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有郵局的 所以其實這20%回饋說實在也算是還蠻不錯的喔 所以呢如果說你下次想要吃麥當的話 不妨就把你的LinePay拿出來使用吧 都可以想要還蠻不錯的回饋喔 好啦以上這兩個就是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行動支付啦 那接下來兩個行動支付就算是一個補充說明的概念 首先第一個就是玉山Wallet 玉山Wallet已經開放可以綁定全家的會員了 而你下次如果說你要在全家消費的話 掃描玉山Wallet 就直接是包含了載具以及全家的會員 說實在還蠻方便的喔 那當然提到玉山Wallet 你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玉山UBAN 你只要綁定在超商消費的話 都可以想要8%的現金回饋 接下來第二個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接口支付 你今天只要綁定全家的會員在禮拜一消費 單筆滿100塊的話 你就可以想要兩倍送的全家會員點數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你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每一支上線的影片喔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教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未曝廣的夢幻花絮 俊妮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噗 哈囉 俊妮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錢能少有辦法投資嗎 其實答案呢絕對是肯定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在錢能少的情況下呢 開始進行投資 你一定要先妥善分配好自己的帳戶 如果說你今天已經開始實施 分帳戶存錢法的話 其實呢是有更助於你利用少一點的資金進行投資的 如果說你最近才剛開始結束分帳戶存錢法的話 我建議你開一個投資專用的帳戶 並且呢每個月提拨一定的比例進到這個帳戶裡面 就算你每個月提拨的金額不多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慢慢的累積 等到一定的資產之後呢 再進行投資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投資的話 一定是拿你的閒錢去投資 千萬不要因為投資的虧損而賠上你的人生 這樣子呢反而就是本末導致的行為囉 那至於其他小額投資的方法以及你在投資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哪一些事項 這些東西都會在課程裡面幫你做解答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內容的話 都歡迎你加入這次的課程 我們就課堂上來見囉 掰噗 其實我今天早上呢 才去拍攝 有關於行動支付的影片 那 同場的嘉賓呢 還有資社會的人 也有歐富寶的董事長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行動支付這一塊說實在還蠻多元的 而且尤其是我看到資社會的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 就他們真的還蠻多元的 所以下次如果說要講其他行動支付的東西的話 我會多多引用資側會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們是有認真去調查的 所以他們的資料都算是還蠻可信的 那其實很多資料都是超出我預期之外的 之後呢會再拍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我覺得近期的 行動支付優惠跟信用卡優惠 說實在也都非常高 因為這個時局的關係 不得不 大家都在家裡 所以他們都只好把信用卡的回饋都提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說你剛好要消費的話 其實都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那就是這個時候